現在4月2日星期日下午4點半 站在西環藍里華智新樓藍里1號 地鋪很厲害 2月24日EPRC成交了簽約 賣了7500萬 地鋪加上一樓的時候 地鋪1000多隻 一樓2000多隻加上4000呎 樓上的住宅租金都租75元一呎 樓下的時候當沒有75元應該也有四五十元吧 也有3厘回報 我形容也不錯 所以在1500萬的時候我會給個分數給個6分 現在真的店鋪比住宅更便宜 所以有時候想想想 你寧願住在樓上還是住在樓下有個地鋪 也挺有型的 好 現在就看看這間店鋪 好 看著這個位置就是藍里1號 前陣子就EPRC登記了 非常之堅成交 2月24日成交了 看看這棟大廈 應該是華智新的大廈 樓上也租75元一呎 樓下的店鋪就不知租多少錢 不過是值點 1至3號地下連一樓 地鋪1300呎 一樓就是2600多呎 加上這裏就是4000多呎 4000多呎 成交價 這裡寫機價是1億 實際上不是的 EPRC登記的時候應該是7500萬 我戴除了7500萬就很厲害了 走過去的時候就是 那邊就是寶翠源 看看看看 這個就是大廈 看看看看上面的環境 全身一棟大廈 這個位置如果從住宅角度就很漂亮了 因為完全是旺中大靜 一出來這裡就看到 就是旺下大陸西山道 已經是地鐵站的入口了 你們有一間徐河759 麥當勞全部在這裡 那裡就很旺了 這裡完全是旺中大靜 一樓的一樓 做住宅那裡 但是從這個 舖頭角度的時候 這個位置很明顯地就靜一點 靜一點 這個位置 再轉個圈給你看看 再摸一眼轉過來 樓上那你計算數 你計算數 如果樓上做到75元一呎 當樓下真的都是做到75元一呎 住宅和舖當是一樣價錢 那時候4000呎 75元一呎乘一乘 你就當是80元84032 當是30萬 30萬租金的話 3厘回報 那真的30萬一個月 那3厘回報就是億多 但是如果7500萬 真的當樓下做到80元一呎 75元一呎的話 那脫一脫 30萬一個月 如果真的75萬 這已經是5厘回報了 我正在說7500萬 但是當然做不做到 下面這個位置做不做到30萬一呎 但是我懷疑相信做不到 所以現在樓上的住宅 住宅就說是200多呎 實用面積 反而住宅比樓下的舖還貴 我沒有圖織在手 門闊大概30呎 深我不知道是多少呎 深一定是深過30呎 我沒有圖織在手 人家之前給我另一份圖織 都是樓底的 都是上一個舊樓的時候的圖織 不是這個圖織 Anyway 大家得個參考 好 這裡就是7500萬成家 即是你有給個分數 我覺得可以 7500萬放在這裡 地鋪加樓上 你不會無緣無故租給樓人園 我相信如果租給樓人園 樓上的人 你租給樓人園 開不了賣雀館 樓上的住宅 就立即樓價大些 我想這些都是做西式餐廳 Cafe 海間那些 我不知道是甚麼 Castello 那些群組 那些群組 我想又會做得不錯 你問我這個位置 我相信租回20萬也不難 你20萬7500萬也三年幾回 所以你問我一個給分數 如果7500萬又新樓的話 我會給6分 這個位置 OK 不錯 這個位置 雖然縮了進來 但我覺得不錯 7500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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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